我們要先來練習這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要找刮鬍 有沒有 如果有刮鬍的話 那就把刮鬍裡面的東西幫我產生放在這裡 那可是我要用哪個函數呢 第一個 你可以用5函數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練習的話 建議是放在b3 不要放b2 因為b2這邊沒有刮鬍 所以你一定找不到 你一定要放b3 那先試試看 插入函數 首先的話 請你在類別的地方 先找到文字 OK 那我是建議啦 你最低限度以sale裡面的每一個函數 你都要知道做什麼用途 雖然有空的話 自己稍微瞄一下 每一個函數下面有解釋嘛 有沒有 你稍微看一下 瞄一下 你不知道沒關係 但至少你稍微知道說 以後如果我遇到什麼問題 那我可以用哪個函數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有一堆的全型的字 應該全型辦形應該分得清楚吧 全型辦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我的資料裡面 全部都把它轉成半型的話 那可以用哪個函數 就這個函數嘛 ASC 如果我剛好顛倒 全部要把它變全型的話 用哪個函數 b5 有沒有 OK 如果我要抓內瑪的話 那就是call 如果我要把內瑪呢 顯示成為那個字的話 那就chup OK 諸如此類啦 至於怎麼用 有機會可以自己玩玩看 玩錯了沒關係 反正它不會壞掉 OK 主要是250幾個函數都要知道 該怎麼用 那這樣最低限度啦 OK 所以如果你對這函數不熟的話 我建議找個時間吧 不然的話你不要說 不要說你會用以sale OK 所以現在問你會不會用以sale 會 你會 好 那你寫個VBA給我看吧 OK 如果不會的話 寫不出 那你怎麼能說你會以sale嗎 是不是 OK 最低限度啦 至少以下函數會用 OK 好 第一個 那我們怎麼操作剛剛的問題 第一個用fine 那當然呢 這個函數不是叫你batch 而是說你要看懂 它給你的規則 你只要把它要的資料給它 它就把你要的結果告訴你了 所以喔 特別之外 它這邊喔 按確定說 或者你這邊可以看一二三 它需要三個參數 但是不是每一個參數都需要喔 第一個參數叫fine test 按確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fine test是什麼 其實顧名思義喔 你要找什麼 哪個字 OK 那我告訴你 我要找什麼 找那個錢瓜糊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輸入一個錢瓜糊 就OK了 錢瓜糊 我把它切到 那個新注音好了 錢瓜糊 OK 那不過 這個應該半型的 我們先用半型的 好 你輸入完之後 fine test的移開 它自動會加千或雙以號 因為一定 test test我講過一定要前後雙以號 但它會自己加 所以你就不用打 那v16的話呢 是在哪一個文字裡面 在這個文字 你剛剛講說 在a3裡面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底下的話 告訴你的位置 只不過你會發現 好像有一個問題 這裡面 有沒有找到錢瓜糊呢 它裡面是沒有數字 所以意思說 它找不到錢瓜糊 是不是顛倒 我看一下 fine test VC 應該什麼 應該是不是這個 錢瓜糊 也不對 我看一下 不對 那到底哪裡有錯呢 那可能 剛剛有空格 我看一下 有了有了 那可能不小心 是不是按到空白 這樣就沒有了 OK 因為它找什麼 找 如果你這邊加個空白 它等於是說 連空白也要找進來 OK 所以這也是 蠻常遇到的錯誤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它告訴你說 那我幫你算完之後 第三個字就是錢瓜糊 對不對 123 所以它跟你講3 這個訊息 那如果要找後瓜糊的話 那其實只要把這個裡面的符號 改成後瓜糊 那就告訴你說 比如說在第幾個 四五六七八 第九個字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這個字抓出來的話 第一個我先按確定好了 3 可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建議呢 我的習慣這樣 把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做什麼呢 因為呢 我還需要切割 所以要切割的話 用哪個函數呢 一樣文字 裡面有密的 密的函數 這個按確定 好 他一樣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 STAR NUMBER 從哪個字開始啊 那我就把剛剛剪下來 這個公式貼到這裡就可以了 貼上之後是3對不對 意思說123 那從第三個字取資料嗎 不是嘛 應該第四個字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呢 加1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從那個的 前刮符的後一個字幫我取 OK 那取幾個字呢 一樣在剪下 貼上 從哪個字呢 從那個後刮符的位置 第九個字有沒有 再剪掉 因為九個字變這麼多多個後刮 那什麼 剪掉 剛剛那個前刮符的位置 那前刮符的位置 實際上呢 不等於我們要取的第一個字 它這個是4嘛 那前刮符在哪裡 在3 所以兩個相差多少 相差1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再把這個資料-1 有沒有發現 它就得到第三屆冠軍了 按確定 就OK了 但問題來了 這樣還解決了沒 我們向下填滿 嗯 再向上 向上填滿 那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理論上呢 應該已經幫你找出來了 只是說呢 如果呢 它這個資料裡面 假如沒有刮符的話 它得到呢 就會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所以以後 你看到那個isail裡面 有這個警開頭的話 特別注意喔 意思就是說錯誤 number 那後面 會告訴你說 錯誤的 那個 錯誤的點在哪裡 value value什麼 資料 意思是說 你給我的資料不正確 意思是說 你不是叫我fine嗎 那fine什麼呢 fine錢刮符 可是問題你裡面 根本沒有錢刮符啊 那表示說呢 裡面的資料是錯誤的 欸 這怎麼辦 所以最後的 最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希望把這個錯誤訊息 這個不要顯示的話 有個方法 當然不是叫你說 用手動的 delete就掉 delete就掉嗎 那如果你這邊幾十萬筆的話 你有沒有delete多久嗎 對不對 OK 所以呢如果你希望 不要讓它出現的話 保持空白喔 特別注意喔 最後呢 還要用最後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喔 一樣喔 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特別注意喔 減下 再放到另外一個函數裡面 哪個函數呢 插入函數 這個時候就不是文字了 請你用呢 邏輯 因為要判斷嘛 如果有錯誤的話 如果有錯誤 如果嘛 一幅 後面的錯誤的話 就是L 有沒有 一幅L 如果有錯誤 如果有錯誤啦 對阿 其實 以Sale本來就很直覺的 我是覺得它 那個邏輯 主要你們要學習應該學習那個邏輯 你如果熟悉它的邏輯的話 你會發現啊 其實都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 也就等於你有些函數 完全沒用過也沒關係 反正就照同樣的邏輯去推 所以就應該可以推到你要的答案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有的時候 我發現 把原理原則抓對之後的話 後面就簡單了 OK 那IfL按確定 OK 然後呢 像IfL 我跟各位講 特別之外 如果你看網路上的影片的話 或者是工程師 很常發音錯誤 If後面叫L 那工程師或網路YouTube 我常常聽到說 If error 有沒有 應該是IfL才對 OK 我稍後順便講一下 以後如果你聽到說 If error 你也不要糾正它啦 你說喔 我知道 我懂 因為 很多工程師 因為我以前寫的那時候 很多工程師都喜歡 那個發音 error error 什麼 error 應該是L才對 但我不要糾正它 因為反正習慣就好 有些東西 就是 就是什麼 反正大家錯了 大家都習慣就好 知道就OK了 所以是 If error OK 你不要到時候 你聽到別人說 老師你是發音錯誤嗎 其實是他發音錯才對 OK 再來的話 把剛剛的錯誤 貼到這裡來就可以了 把剛剛的公式 不把他等號貼到這裡 然後 後面的話呢 value 就是value if error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就是那個資料 如果發生錯誤 要做什麼呢 就是呢 如果有這個錯誤 特別注意 要轉換成什麼意思 轉換成不要的東西 不要不是保存空白 記得沒有資料的話 就是雙引號 這叫空字串 沒有文字的意思 裡面就不要 不要給我放任何資料的意思 OK 一定要打 按確定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大公告成了 OK 應該可以聽懂我的意思 只是說可能要慢慢熟悉一下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OK 一 請你用fine函數 fine前括弧 OK 這個是第一個 把它剪下來之後 放在mid裡面 mid裡面的話 一樣貼嘛 後面的話就是 從哪個字開始 從那個什麼呢 貼上之後的話就是 這個fine的位置加一 然後這個的話是fine後括弧 所以把貼上的這邊改後括弧 再多一 因為它會多一個位置 所以再把它減一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再貼到ifl裡面 OK 然後呢 後面記得加上雙引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會這個公式的話 當然你就很輕鬆了 把它兩下OK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怎麼辦 你就只能慢慢來了吧 OK 可能坐到下班 你可能事情都做不完 所以我發現 這落差實在太大了 會跟不會的人 真的 效率真的我覺得 差了十萬八千里 所以現在慢慢很多那個 就是企業的業主 還蠻聰明的 就直接開條件 那以後如果你們到職場上 應徵工作 你們畢業之後 應徵工作的時候 人家要求 直接問你會不會寫程式的時候 你一定要回答 一定要會 而且很熟 你會不會寫VBA 你一定要會 你老師是誰啊 你要到吳老師 OK 因為把這個部分 好好的學習